你知道吗 女性的尿道其实只有2公分 男性则有20公分长的尿道 而这生理上的因素 会让女性更容易面对尿失禁的问题 尿失禁大体上来讲 都是影响大部分 大概是30到40%的群人 但是很多人知道自己有那个失禁的问题 都不会真正的去选求那个解救的方法 因为有些人认为是 我可能是过分喝水 这样我来不及就是说 我自己失禁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马来西亚来讲 其实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数字 很多人认为尿失禁是年龄老化的自然现象 其实不然 无论男女都有可能受到尿失禁困扰之苦 而对Warren·罗华伦医生 无论是谁都不应该有失禁的问题 尿失禁其实老年人也不应该有失禁的那个问题 也就是讲说 就算我们年纪老了 不管他是男还是女的话 都不应该尿失禁 所以膀胱的那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store 就讲说可以储存那个尿 同一个时间他们收宿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把那个全部的那个尿排出来 所以如果那个膀胱失去功能的话 他们不能够收宿 不能够把那个尿排完的话 就讲说他们的膀胱已经出了问题 我们膀胱是能够收400ml 尿之后呢 他应该是剩下零 但是我们给到50ml还是算正常 如果你只是剩下50或是100 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尿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有尿域存在呢 已经是150ml以上 虽然医生认为谁都不应该受尿失禁止苦 不过事实上有很多人承受这方面的问题 导致尿失禁的常见原因 就包括了子宫或膀胱下垂 过量或过激烈的运动 怀孕生产以及更年期所影制的 横腔肌肉以及膀胱阔跃肌松弛 子宫割除术 前列腺手术或前列腺癌放治疗等 而引起的组织损伤 糖尿病、中风、帕金森症 脑脊髓发硬化 以及脊髓神经损伤等 破坏了神经组织 过量腐蚀含酒精或咖啡因的饮料 服用某些药物所致 男性前列腺肥大或发炎可引起排尿困难 至于尿失禁可分为四种类型 也就是硬力性尿失禁 急迫性尿失禁 混合性尿失禁 和满意性尿失禁 硬力性尿失禁是指 盆腔底肌肉变得松弛无力 当膀胱受到压力时就会失禁 比如说咳嗽、打喷嚏、大笑或提取重物时 尿液会不由自主地露出 这类尿失禁多发于女性 急迫性尿失禁是指 有一种非自主而无法控制的尿脊干 通常为突然觉得尿脊 来不及到厕所 已经有尿液流出 混合性尿失禁 是指患者同时出现 硬力性和急迫性尿失禁的症状 然而满意性尿失禁 则是患者的泌尿神经系统 曾经受到损伤 进而使得膀胱肌肉的 搜索能力减弱 或完全失去知觉 患者可能在没有尿意的情况下 不由自主漏尿 事实上尿失禁也会引起 泌尿道的感染问题 想要更了解尿失禁 欢迎出席以下讲座 到时候罗华伦医生 将会在现场为大家解答疑惑